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大家好 歡迎回來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又是我阿死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Mega House Machine Build 01 Rotto Dorilu 出自天威勇士古萊洛斯大譯集的阿洛 香港是這樣譯的名字 相信80後的兄弟對於天威勇士這套動畫 都不會太陌生 老老實實 小弟不是這個年代的人 因為天威勇士 其實日本就1986-1987年間播放 小弟其實還未出生 主要我認識天威勇士 都是透過超級機嫁人大戰去認識 知道首歌如何唱 Machine Robot那首歌 以及往後衍生作品 Machine Robot Rescue 我才開始認識Machine Robot這系列 小弟未曾擁有天威勇士系列的玩具 看到Mega House新出 又不是認真太貴就買來試試玩玩 我發現日本人真的很喜歡造字 自己造一些古靈精怪的英文字 比蒼血造字厲害 正常Rotto Dorilu 我未看這個名字 我會翻譯成Rod-D-R-I-L-L 但是它在這個盒子 就原創了一個這樣的字 我也不懂得讀 可能它為了吃Dorilu 的墮音 D-O 就變成D-O-R-I-L-L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英文名 我在拿貨的時候 心裡都寒一寒 因為輕聲聲到不得了 現在馬上開出來 給大家看看裡面是甚麼料子 砌好就是這樣的 大家沒有聽錯是砌好 其實在訂的時候 官網已經寫了半完成版 但是始終訂和拿的日子 隔得有點久 我拿的時候完全沒有這個印象 一開出來 為什麼要砌呢 當然要砌的部分是好 就是肩膀、手臂、前臂 這些要砌下去 原本是有骨 肚臍這個位置也是要砌下去 小腿這兩點藍色 都是要自己砌的 其他已經是現成砌好 上好色 一個半完成品 配件方面 其實一共有三個頭 我稍後逐一介紹有甚麼分別 另外這個就是變轉地車的時候 專用的一個比較長 比較尖的轉頭 手型方面 就有一隻攤大的手型 以及一隻 形狀奪少少的拳頭 我們現在看看一隻東西 不斷轉個圈給大家看 小腿這個位置很bunky 不知做甚麼 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全部銀色是塗裝 銀色都頗閃頗美 但其他顏色 即是黑色、紅色 這些就膠色 這點紅色是上色 整體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不錯 但我覺得有少少奇怪 通常出天威勇士 即是Machine Robot的玩具 通常零一都會用壓縮去打頭陣 很少用阿諾 阿諾通常是第二或第三隻 這樣才會出現 一出出阿諾 才有少少奇怪 近一點看看面相 這一個頭雕其實就是 比較接近動畫裏面的樣子 電轉的坑紋是凹下去的 而不是凸出來的 跟著眼罩的形狀 以及嘴的形狀 都是比較接近動畫裏面的感覺 我們現在換下其他頭給大家看 現在換了一個口罩打爛了的頭雕 大家會見到 旁邊有些不規則的爛了的紋理 其實就是爛了的口罩 這樣便會露出它裏面的人的嘴 但那些賞色就差一點點 其實有些紅色都在臉上 雖然金屬色挺漂亮 但QC的控制度就認真一般 最後一款的頭雕就是 電轉的坑紋變了一些突紋 大家見到螺旋紋是比較明顯的 另外這個面相其實是比較接近 當年POPPY出的玩具 比較方正的眼睛比較細 拿回剛才這個出來對比一下 大家應該會看得清楚一點點 分別最大是眼罩的大小 以及電轉的坑紋一粒一粒 看完三款不同的頭雕 我們現在就試試它的可動 頭就旋轉左右望 其實在頭這個位置 也有一個小小的Hinge 讓它可以上下望少少 又不是認真很多 到手了 肩膀這塊是一個獨立的分件 裏面就有一個Hinge 可以這樣揭起 方便手可以平舉 這樣 360度轉這些必備 手臂這裡有個旋轉 前臂的摺曲比較少 90度多一點就收工 拳頭是波裝 手的可動大概是這樣 另外有個特別小小的關節 就是受惠於這個變形系統的關係 空口這個位置 是可以向內摺的 其實可以放一些 手向內屈小小的姿勢 上半身來計 我覺得可動域都上可以 腰就可以旋轉 另外這個位置也有個小小的可動 讓上半身可以向前污少少 裙就可以揭起 股關節向前踢 向後踢都是沒問題的 打側就會被大腿頂住下盆這個位置 因為大腿都比較粗 空間也不算太多 大腿這裡有一個cutting可以旋轉 小腿受惠於這個變形的結構 有一個Double John 可以接到一個這樣的幅度 腳掌就是一個波裝 有一個小小的旋轉 可以做回接地 小小的接地 關節不算十分強 但是呢 都可以足夠大家放一些貴地 又或者其他有型的姿勢 原來這隻東西輕聲聲 小腿又Bulky 原來也有個作用 就是 它可以 金雞獨撈 單腳都站得穩 因為腳掌和小腿夠大 很容易就Balance到 順便現在換了一個夾夾型的手 完全沒有五隻手指的線條分割 雖然我剛才試可動 以及在Overall的時候 都是用一隻比較正常 看得齊五隻手指的手型 但其實在動畫裡 阿洛的手是一隻夾型的手 我可以補圖給大家看看 這個才是比較接近動畫裡的造型 當然你說想有型一點的 當然是用五隻手指 那一款的手型就比較有型 但是這個真的比較還原 任君選擇 現在換了一個攤開的手型 通常這80年代的機械人動畫 功夫佬都是擺這些姿勢 看上去都頗有型 暫時我覺得是不錯的 可動的思願 當然是變形 雙手就向來接 變形相當之簡單 大概這樣 反到後面 小腿這裡有一塊Panel 就可以這樣打開 接到這裡 說明書就教現在拍攝 但我覺得最後才拍攝 就會很適合 接到腳 之後屈曲小腿 接到這裡 然後在這裡 就可以就位置 把兩塊Panel 扣起來 轉地車就完成了 大家看到窗口的位置 都是一個圖裝 整體的變形 相當之簡單 幾個step就變好了 大家也有硬件 但是整體的變形 我覺得變形出來的緊合度 就不算太高 因為它不像變形燈光 有很多扣可以 扣著環環緊扣 這個型真的要靠自己 調節一下關節的幅度 即不同角度 去擺好少少的型 但是我覺得這個變形 純粹是感上天花 整體我覺得像一隻figure 多少少少的 這裡 穿了崩就沒辦法了 現在就試試換一下鑽頭 給大家看一下 螺旋紋比較明顯的鑽 也是那句 這個樣子會比較像 POPPY當年出的玩具 最後這一款 真的只是給轉地車用 看不到樣子的 嘩 好尖好長 嘩 大概是這樣 這個樣子比較接近 動畫中的轉地車的樣子 其實Machine Robot 跟我很喜愛的變形金剛 中間也有一個物不可分的關係 也在這裡 不斷說一下 其實Machine Robot 這個系列最初 就是80年代初 Bandai的一個原創的玩具系列 是一些很簡單的 合金變形機械人玩具 Rododolilu 也是頭一批的角色 之後 就被美國買了版權 就出了一套 叫八變紅獅的動畫 1983年的時候 八變紅獅這套動畫 就大賣 玩具非常暢銷 鞋之寶也想在 變形機械人的玩具市場 就分一杯羹 哇 即是財雄世大 又連同東映動畫一部 又買了Takala的一些 Car Robot的版權 製作了變形金剛 Transformers這套動畫 一套83年一套84年 84年出那套 即是變形金剛 就打到八變紅獅 就七個一鼻 Bandai 向來都是環保工業 建造一個帽子 就不要浪費 去到1986年的時候 Bandai 就再次拿回Machine Robot 系列的機械人 來用 加一個全新的主角 這個 佩功夫 他就擔正 其他Machine Robot 就是他的手足 兄弟 比較配角 這套動畫 這套動畫 就是Machine Robot 古羅洛斯大逆集 那套動畫 香港就叫天威勇士 受歡迎 當時的東西是可以賣的 當然 去到87年 他的續集 就無以為計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其實 Dolilu這個人物 都出現過好幾次 即是在八變紅獅 也出現過 在天威勇士 也出現過 在往後的Machine Robot Rescue 都有再出現過 當然 Dolilu的樣子 就再不同了 大概是這樣 也有一些少少的歷史 就告訴大家 作為一個全新的系列 我想很多朋友仔 都會幾關心 究竟這東西有幾大隻呢? 我現在就放了這邊 這隻就是Robot雲的風靈高達 這邊就是真骨雕SHF的V3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隻東西 就不是認真很大隻 還矮過一隻Robot雲 即矮過一隻1比144的高達 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如果我買來配 這個超合金雲的配功夫 還是千值練那隻 還是Post Plus 那隻 究竟合不合比例 大家自己衡量一下 這個全新系列Machine Build的頭炮 Rotto Dorilu 阿洛 就跟大家玩過了 買的時候 就成為$247 中庭價錢 又不算很貴 又不算十分便宜 講一下我有什麼感想 To be honest 我對天衛勇士這套作品 是真的沒有什麼情感分 因為真的不屬於我的年代 OK 我必須要重申這一點 我對他們的認知 是之後看回一些某些雜數 又或者是玩機械人大戰的時候的認識 我要強調這一點 先講一下圖裝 我覺得銀色是上得挺漂亮的 眼罩的金屬紅色都不錯 雖然上得準繩度差一點點 但是整體色澤的表現是不錯的 但是有些地方就比較奇怪 例如裙和肩膠的紅色是膠色 但是深厚的紅色就是預先上好色的紅色 就好像變相有個 顏色不太合得到的感覺 即是 全部銀色都上了 是腳掌又不上銀色 所有東西好像做一半又不做一半 那個感覺很奇怪 但是誠意我覺得就足 起碼他有幾款不同的頭給你選擇 即是動畫風和玩具風 都有 任君選擇的 我覺得這一個是有誠意的 甚至乎有一個造型先行的電鑽 這些我覺得是誠意的地方 一邊玩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比較像一隻 砌好了八九成的SMP 特別是他很多換的拍子 讓你重現動畫裡面的樣子 偏向動畫的造型 還有那種可動 很有SMP的感覺 但是膠就沒有Candy Toys 那些膠這麼便宜 這隻膠我覺得會比較像 Guzmao那些便宜膠 即是膠的感覺都不是高級膠 不是貴膠 你說可不可以跟香港廠牌 而是Ason Toys那隻去對比 我覺得是不可以的 因為兩個玩具的性質有少少不同 那個始終定價高少少 是一件盒金玩具 所以變形會多些扣位 那個緊合度會好少少 這隻就純粹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拼裝模型 即是叫做簡單單單 價錢的門檻比較低 可以讓你扭一下 也都最重點就是 造型比較像動畫裡面的造型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是一個賣點 其實這系列我想Mega House 都會繼續推出下去 我看下一個是電單車的 亦都在收訂 但那隻我不算太大興趣 如果它出壓績 JETTO我便會買 看看到時再算 如果你們兄弟們 不太喜歡一個質地無形的感覺 我想這隻 大家可能要認真考慮一下 是不是買 你說不介意外形先行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今天的分享大概來到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玩其他玩具 就這樣 拜拜